哈喽大家好 我是剪辑贼拉酷炫 嗓音嗷嗷好听 光一个眼神 就能让我们隔壁吴老二浑身发抖的一姐 今天我给大伙带来的是 一名印度网友在美版知乎上的提问 印度是亚洲最好的国家吗 那听到这儿 有同志肯定就要问了 一姐你竟瞎说啊 印度人怎么会提这么不自信的问题呢 你要说问题是 印度不是地球上最好的国家吗 这一句话我还信 好听一姐说啊 凡事不要着急下结论嘛 毕竟战互局也不是闹着玩的嘛 来看看印度网友都是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吧 毕业于霍特国际商学院的印度网友VBAC回答道 印度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它也一定是亚洲最好的国家 一 印度的GDP与中国相当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所有国家中居首位 而且是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是印度也紧随其后 二 印度拥有言论自由 三 印度非常和平 印度从未对一个国家发动过战争 四 印度是包括伊拉克和伊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的朋友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五 印度是亚洲乃至世界服务业的避风港 因为大多数受过教育和有技能的人都会说全球公用语言英语 六 印度为亚洲各地的和平做出了贡献 七 印度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 以民主的方式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 八 印度的军事实力几乎与中国旗鼓相当 印度虽然排在中国之后 但这也是因为印度的土地面积比中国小 因此印度不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 即使是最优秀的国家 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印度也不例外 但是他们的年轻人能够用积极的心态和一个致力于 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决心来克服这些挑战 紧接着印度网友Jake Douglas看不下去了 在下面打脸评论道 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万亿美元 远远不及中国的14万亿美元 甚至中国人均收入也是印度的5倍多 你的意思是尽管尼日利亚的GDP比印度少5倍 但尼日利亚的GDP与印度相当吗 印度网友Rafu Fonda回答道 古印度时期我们是最强大的 比那个时期的任何文明都要伟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印度人从来不谈过去的荣耀 来看看我们印度人对如今世界的贡献 一 印度人圣雄甘地教会了世界如何不打仗就赢得战争的胜利 二 印度人维诺德达姆把奔腾芯片带给了这个世界 三 印度人西瓦阿亚舍拉发明了电子邮件 在印度独立70年后的21世纪 印度能够提供的唯一的东西 就是几个世纪前发展起来的东西 这实在是太悲哀了 一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 二 我们是地球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 三 对于12.5亿人来说 我们也只有2万多名法官 四 我们病人和医生比例为可怜的500比1 五 我们警察比例大约是120比10万 这些都并不是我引以为豪的数据 印度网友Narash Tripti回答道 我是一个印度人 我会说是的 印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一 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 文化遗产丰富的年轻的国家 二 印度积极快速发展和成长 三 接受并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 四 印度丰富的自然资源 五 印度庞大的人力资源 六 印度强大的IT技术和太空技术 七 印度国内及国际旅游 八 印度人独一无二的精神遗产 九 印度人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十 印度人拥有宗教自由 十一 印度到处都是乐观主义者等等 印度网友Mark回答道 不是绝对的 印度种姓制度从内部摧毁了印度人 印度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到更多 在中国 你会看到 中国人在工作方面是多么的高效 而在印度 女人和男人却蹲在路边的灌木丛中 在任何你想不到的地方便便 如果你在印度徒步旅行 你可要小心了 因为你随时都会踩到便便 印度网友Imran Hamza回答道 但就潜力而言 印度是世界第一 他与美国和欧盟有着良好的伙伴关系 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而且地理位置前景广阔 所以印度绝对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好了 那大家有什么想对这些印度网友说的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